對著鏡子自拍 白折裙露出白皙眉腿 她就是黃牛夫妻檔的張姓仁妻 臉書每張照片 背景幾乎都是在五星級飯店 開箱房間入住的還是最高檔的大套房 相當奢華 時尚和家人出國旅遊 四處搭蛋海鮮美食小龍蝦 除此之外 國內外各大演唱會也從沒缺席 不管是韓國人氣女團 還是火星人布魯諾 甚至是江蕙付出的國慶日晚會 都是坐在VIP搖滾區擁有絕佳視角 招姓仁妻高調在臉書分享炫富生活 她先生的黑歷史也被挖了出來 有網友翻出 今年7月韓國人氣女團GIDOL成員 徐穗珍來台見面會 全場粉絲配合擺POSE合照 唯獨在第一排的黑衣男子 只顧著低頭滑手機 引爆粉絲怒火 當時就有人質疑她是黃牛 劉慶祖嫌事後甚至還發文嗆聲 如果不順眼可以報警舉發 儘管文章已經刪除 但在事件發酵後再度被挖出來 也讓網友怒轟 當黃牛還這麼高調 韓國人氣女團Black King在高雄開場 當時就有黃牛在搶票大戰中 輕鬆橫掃一千多張票券 扣除這些購票成本 光是高雄兩場演唱會 他就賺取兩千多萬的暴利 相當買了一棟豪宅 這些搶票黃牛 一搶票的利潤都是百萬至千萬起跳 用不法手段 輕而易舉強盜熱門演唱會門票 夫妻黨在法庭上哭窮 卻用黃牛票賺的錢 過頂級生活 令人難以接受 三線新聞解 韓民陳怡軒 台北藏寶島 身穿黑外套全身包緊緊 流行男子就是黃牛案主嫌 想靠周杰倫演唱會大轉一波 下場遭收押警戒 一出罰警室 旁邊的親友立刻拿雨傘幫忙開刀 這名身穿火辣短裙腳踩高跟弦的女子 就是黃牛案主嫌的妻子 訊厚二十萬交保 這對夫妻黨在一家五星級酒店落網 收了六十四人約兩百萬的訂金 他們與境外的工程師合作 由工程師以城市搶票轉手牟利 流行主嫌被抓後還一度大鬧偵查庭 咆哮大喊我不服 更直言不想活了 罰警見狀立刻上前戒戶 運用掃票程式在售票網站上進行掃票 那並且哄台價格來兜售 至少有三百組的客人預付 警方一共查扣夫妻黨五十張周杰倫 演唱會票券序號 不排除還有員工共犯 持續追棄中 而刑事局統計截至十月日十五號 已經在全台查扣近三百張周杰倫黃牛票 其中最年輕的嫌犯 還是一名十八歲高中生 歌迷敲碗查扣這麼多張票 周董演唱會是否能釋出空位 據瞭解目前警方會將查扣的票券 喊請文化局處置 等到開罰後相關序號 才會喊給售票系統業者 但因為案件多 文化局流程可能得跑好幾個月 如果周董開唱前 開罰流程沒結束 這些票券恐怕最後只能作廢 恐怕也讓周董歌迷二萬心碎 三天新聞 桂蘇林鈞 台北報導